快了 那个 大秦哥 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 这可怎么整 给哪个 快点的 给他这个 等会儿 这不是这个 这个 这咋的 你到底有土没有啊 我不知道谁个 那个就这个吧 反正都长一样 那个来了 那秦哥 藏下 大秦哥 这么着急 没看拖鞋 这个不重要了 你这么着急啊 是不是两块钱买的吗 下家了 到时候给我 这个这个这个 那你这钱不都正费了吗 干啥呢 那个学习呢 有啥好玩的 等我卖完货完 回来跟我说 必须的大廷哥 祝你生意兴隆 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大金刚 我说你 别人都走了干啥呢 走了 走了走了 哎呀我的妈呀 爸 爸 我走了 洗的啥呢 爸 俩罐子 一模一样 拿错了怎么办 拿错了咱占光了 人家那个两万 咱这五十 你是不是还在前眼里 踏着呢 怎么去了 人家那是两万的 咱那个五十 如果刚才大秦拿走 那个是五十的 留在这个是两万的 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对呀 你对啥对呀 你怎么这么好奇呢 好奇害死大象 你知道不 这个时候就别追求我的责任了 关键是这个到底是五十还是两万的呀 哎呀我弹子哪去了 你说我回头开出弹子的时候弹子没了 多影响我装蒜 等会儿 妈 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可不是呐 我装半辣蒜呢 完了谈了就没了 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你我的妈妈呀 你装蒜装的太好了 哎呀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 哎呀等会儿妈 等会儿 那个爸 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 你懂 你那意思我们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 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一耳不好使 但我们家前顺分是可以的 爸我跟你说啊 有一回前顺分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 那现场都有一万多人呢 对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 这得闹地 我说谁吃蒜了 他当时就说 那个 就那个裁判 就那个裁判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八下 那球场那么大 他能闻出谁吃蒜了 是呢 我当时也怀疑啊 但是你姑娘好信啊 三场之后 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 我就这么一闻 嗯 就是这个味 所以 钱顺分 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好的 你准备好了吗 不是 咻 上 我 我 告诉我你的答案 没闻出来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么白费劲吗 爸呀 你们这干啥 你把我都照梦圈了 我没闻出来 说明这个是 两万的 五十这个拿走了 哎呀我管 怎么跟着大秦的说 妈呀 哎 我跟你说啊 是这么回事啊 我爸五十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对呀 人家大秦两万买了个罐子 刚才啊人家搁咱家了 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 人家把五十这取走了 这是个两万的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 啊 我管他五十两万的 我拿这个装算 你别动 你再弄碎了 我的奶奶 不是 这是人家大秦子的呀 这老贵的 一会人回来找 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这有啥没法说的 就实话实说 哎 妈 可不能实话实说 人家大秦 把这么贵重的东西 存在咱们家 多信任咱家呀 咱现在给 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 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 可咋整啊你说 谁呀 我开门 妈呀 再来一来 坏了 那个等一会儿 我会要脱席 等一把藏起来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呀 这把我的心里 哎呀大秦哥 你说你怎么又回 哎呀大秦子 哎妈妈妈妈 妈你稍稍稍等会儿 那个他脑子慢 不一定明白呢 大秦子 你听我给 你别个说话 那个大秦 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呢 对呀 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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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大秦哥 我不是故意的 对 你故不故意 那也不能那么丑啊呀 没有 啥 我说啥了 说啥呀一路走好 啊 多是人的你说 哎呀 看这个一路走好 没意思 那这一路走好 那是给婚人说的吗 我跟娄大夫等半天 我都没敢哭这样 你不敢说这你哭 这啥玩意 咋教育孩子 我教育我教育 他一路走好呀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是什么事